不接单 然后我当时订的时候是他有接 然后就是打电话我让我退款 让我申请取消订单 然后退款 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它就是那样的 你没有处在那个当下 你也许你不能够更真 就是更真实更确切的去感受到那个 但是我不惧怕 你高兴 但是等到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好了呀 当然我不能够报一个侥幸心理 还是要必备 这也是我缺失的一点 在有些事情方面我有会做提前计划 但是唯独这个就医和吃药 我是历来不太不太愿意去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源于外界 源于自己 那我们就要从外界和自己身上去着手 你寄回来了你还没有 突如其来的我是 我是突如其来的 好好的它就那个了 然后我 我没有 我不确定我是因为感冒还是那个 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这边连检测的那个 检测抗原的那个 器材 就是 那个东西都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都问过了 然后我一个小领导写的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那个 我还看不出来啊 平时 啊 做事和 书画都没有条理的一个人 他居然昨天 在群里面分享了 他跟他老婆 就是 变成洋洋之后的一个 整个的感受 还有一些对应的措施 看不出来 还给他的脚也拍下来了 然后我其实 我就简单地分享了一下 因为在那种 在那种情景之下 不是学 就是慢慢地 有些东西真的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强求的都没有用 而且你会异常地 艰难和痛苦 就像你想得到 某一个物品 或者某一个人一样 是吧 你会觉得很难很难 哪怕 你通过自己 所谓的努力 得到了 之后 你还是会陷入痛苦当中 这让我想到 一个老师分享的 当我们 在推着一扇门 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 轻轻地用力 我们很容易 推开那扇门 我们觉得还好 当我们 推另外一扇门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去怎么样都推不开 那扇门 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自己的人都变形了 我们使劲地推 对我们的样貌变形了 我们的身体变形了 我们的心 其实也变形了 因为你的心 会抱怨 会埋怨 你的身心都变形了 这也就是说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所谓的我们 去努力地做着 带来的 只是让我们变形而已 还不如 顺其自然 随缘 当然这种 这种顺其自然和随缘 它也是一种能力 不是白烂 是一种能力 这属于脑子的 无为而一 这个话没有毛病 但是 这让我感受到的是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自己 真的 不要轻而易举地 就把自己交给外界 交给环境 交给他人 去做主 不要那个样子 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 我喜欢 喜欢这句话 尊重客观事实 就是当一个人 处于高烧的时候 你不要盲目地自信 觉得自己不会有事 觉得自己要强行的 我就是不要喝药 我就是不要就医 这是盲目自信 这叫愚 愚 愚蠢 愚蠢的鱼 但是我是因为没有药 真的是没有药 而且那种鱼 它就是一种质 一种偏执 对 一种偏执 我是没有 然后在这种没有的情况下 去做自己能够做的 就像刚才小尼家的说的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东西 人真的很厉害的 不然怎么会 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呢 是吧 我们现在越来越忘记了自己原本所具备的能力 真的忘记了 曾经的我也是 前两年呢 我还在说着没有了网络没有的手机 我活不了 我活不了 我曾经真的是对我的家长也是这么说 对我遇到的朋友我也是这么说 因为曾经的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让自己变得很弱 让自己能量很低 让自己陷入了不好的情绪当中 甚至也抑郁了 但是都没有关系 经历风雨之后 它便是彩虹了 雨过天晴之后 当你抬头去看天空 你会发现天空是难的 你会 当你屏住呼吸 去感受周围的空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特别的清晰 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当你不愿意抬头 你依然的低着头 看地下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泥水 然后你想到的是什么 它给你带来的生活的不便 然后你的心也随之 陷入了那种 不好的环境当中 所以时刻 这让我想到了 我前一段时间 通过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 写的一些东西 人真的不能够让自己吃得太饱 吃太饱 你会忘记呢 饿是什么感觉 当你面对饿的时候 你会饥不折食 说个不好听的 说不定给屎 你吃 你说不定你会吃 人不能穿得太暖 因为你会忘记呢 冷是一种 正常的冷是一种 什么感觉 当你遇到稍稍有点寒的时候 你就异常的难受 你就要去开空调 你就会要去求医 对 人也不能让自己在舒适区 待太久 要让自己适度的有一些个难受 然后去承受一些个痛苦 这样你便 离失不了自己 你不会忘了自己还是一个人 具备很多能力的人 是地球的统治者 所以 昨天 在那种环境下 我本来在想 我是要发生还是不发生 但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我的手告诉我 他有想要去写字的那个 写字的那种欲望 所以我就去写了 我写的 很简单 我真的是很 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就是我说 各位大神 好友先见之明 药物都被齐了 这是我所缺 缺失的 我家里面长期 每一年会备一些什么药呢 五十茶 是我针对我的身体情况 去储备的 普通的感冒药 穿个贴 点服 偶尔会备一点点消炎药 除此之外好像 这就是一些 养生的可以用来煮茶的东西 我是会一直都有的 那然后这些药 每一年几乎都是放过气 然后丢掉 很少被我 很少被我用起来 很少很少 所以退烧药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点我需要向他们学习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 是吧 我们不能够说 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 我们不能以 我们要带着一份敬畏心 毕竟生命来之不易 我们要对它有一点的敬畏 后来我就说 我就如实的说自己 发烧四十度 没有退烧药 喝了普通的感冒药 第一天 高烧一天 物理降温 然后煮降温茶喝 我给他们分享的图片 发高烧我喝的什么 发低烧我喝的什么 因为第二天我就转低烧了 低烧的时候 我是清淡饮食 第三天我就正常的做家务 我 对我今天 昨天 我今天就是第三天 不对 我今天可以算是第三天 也可以算是第四天 我高烧一天是 卧在床上休息的 几乎没有吃东西 然后第二天低烧 也就是昨天 昨天是低烧 然后我清淡饮食 然后昨天有静坐 今天我就静坐家练习了 正常的做家务 然后呢 我写了几句 自己这一年多以来的 简短的一些感悟 有去跟他们分享 因为他们也有跟我分享 他们所收获到的一些东西 我写的是 平日规律做习加饮食 学习静心加锻炼 真的很有用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不惧突如其来的一切 简单的事情简单做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之后做 想只会徒增烦恼 增加痛苦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我发了两张图片 这个是我发高烧的时候 会煮来喝的 金银花 绿豆 还有菊花 这些是可以买到的 我去药店买的 不对 我去药房买的 然后低烧的话 我就是用的以前也会 一般以前 味冷啊 或者低烧 我都会用红糖煮姜茶 但是这一次 我也接纳了其他人的分享说 里面加了一些小葱 葱白 还有